嘉義執行長的介紹 非常感謝各位 堅持到今天這個救一場 首先謝謝大家 我們再整個一個多小時 我們這場新加坡 相對於今天好多個國家 地區尤其是隔壁的大馬 不論在媒介生態或者是在政治局勢 相對來說穩定平靜多了 當然穩定平靜是一個描述性的形容詞 可是這個語彙的後面有意涵的時候 新加坡的媒介生態跟政治局勢 比較穩定比較平靜 表示好像沒有什麼不同的聲音嗎 這相對的 因此 比如說像今天談的 在韓國的 也好 或是剛剛馬來西亞這麼熱烈的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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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什麼 什麼 什麽 你得 有選子 能夠生存嗎 有希望嗎 因此今天我們人正要談的 新加坡的獨立媒體相對而言 就它的困難度也更高 因為那個結構是比較穩定的 比較平靜的 尤其我非常好奇這件事情 在台灣我們讀書的時候 新聞記者是社會的標杆 現在你不好讀書加上去做記者 我們今天是對他這樣講的 我們今天的許先生 他是從一個最夯的電子業 跑來做記者 而且做獨立媒體的記者 我很好奇 但從他這個叫做Online Citizen 從這樣一個獨立媒體的網路媒體 這樣一個名詞來看 他的企圖性是蠻強烈的 我們現在就請學生來送你 謝謝 謝謝你的介紹 大家你好 我名字叫徐元成 然後 所以 剛才你介紹 我本身是處於工程系 所以說轉去做記者 這個是 不是我想的 是 是 一某某原因 然後就是演變成現在 所以我們這個網站 是2006年成立 所以已經成立了十二年 十一十二年左右 而成立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大選 我們新加坡大選 他的那個 在2006年的時候 他的報道 是非常的 就是單方面 就是單方面 就是像執政黨 所以說因為 因 就是這麼 就是逆向的 就是報道 而導致很多就是 broker 還有就是民眾 就是說感到不滿 然後就 四個人就聚集起來 然後就搞了這個 這個網站 而我不是其中之一 我是三年之後 然後 因為 因為就是 這些 這些創辦人 他的就是 網民 逐漸之慢慢 就沒有那個 信號就是繼續下去 然後我就覺得說 有那個必要說 有獨立媒體的存在 因為如果沒有獨立媒體的存在 因為如果沒有獨立媒體的存在 基本上就是給政府說 想要講什麼就是講什麼 而也沒有人反駁說 主流媒體所 所呈現的 就是 事實 所以 再講一下我們的歷史 2011年 就是也是大選那一年 我們被迫說 註冊為 就是 政治 政治團體 所以說 那時候我們純粹只是一個網站 根本沒有跟 就是 政府有時候認得註冊 所以我們要開銀行戶口 也是有問題 但是說 因為2011年呢 他們要迫使 就是我們的網站 就是關閉 所以他們就 就是 給我們一個通告 你在兩個星期之內 如果說你們不註冊的話 就是給我們四個名次 就是來 就是把你的頭放在那邊 然後 做一個擔保 如果說你不這麼做的話 那你就不能在新加坡運作 如果你運作的話 我們就提控你 然後就 然後 還 同時也把你的一個網站刪掉 然後 當然 就是為了說 要報導 2011年的大選 我們就 找了四個資源人士 然後就把它名次 提交給政府 然後 註冊 註冊 因此 2011年 我們也是因為 我們在大選的那個 就是 就是 coverage 做得 就是相比 主流媒體 做得比較好 所以我們因此 就是 在線後 列列有名了 2014年 他們又 就做了一些更改 他就是說 2011年 是政治團體的註冊 2014年 他們迫我們就是說 以 獨立媒體的身份 然後註冊為 與 就是 有關單位註冊 然後 要提 提交所有 就是 郡主 我們這個 網站的一些 資料 就是說 任何財主 即使你捐兩塊錢 那筆錢 都要提交給 就是 那個 有關單位 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說 起初 在2011年 當我們被迫說 註冊為政治團體的時候 我們 我們籌到 60千 新幣 60千 但是 2014年 當我們被 被 就是被迫註冊的時候 我們一分錢都沒有拿到 因為 全部人怕 因為 就是 因為 新加坡政府就是 以這種方式 就是 來 阻止人家 就是有這種 捐款的意願 因為說 你如果命名 現款捐款的話 很多人是願意的 很多人就是 甚至我 有一次就是 有一個 普通市民 五千塊新幣拿給我 假設如果我可以 我可以命名捐的話 我是可以捐 但是說 如果說 你跟他講 你需要把你名字放在 很多人就說 OK 我有錢 但是我覺得 不能捐 2018年 但是 2018年 就是今年 因為說現在只有我 打理那個網站 所以 因為 所以我 前三年 我一次跟他們 就是 跟他講說 我一個人哪一個人 做一個團體 所以 他就 過了三年 然後他也是答應 因為你一個人的話 因為一個人打理網站的關係 而 因此我就取消了 你的那個團體的身份 但是 2014年的那個 注釋還存在 所以說 捐款方面 我還是大的問題 這個 這個其實不用讀 這個 我要 為什麼我要放這個 這個定義 因為說 跟香港 就是 香港獨立媒體 韓新加坡媒體媒體 新加坡獨立媒體 很多都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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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業 媒體界的出身 很多 我們是 在新加坡的 獨立媒體 是 是普通市民 然後就是說 結黨 然後 寫不同的 那個看法 還有就是 報導新聞 然後都還寫 所以也是有 就是 日本所講的 就是 有 還有一個 俱樂部吧 就是 主流媒體 他們的記者 他們看待我們 就是 就是獨立媒體 唯一 還非專業 非專業 而且說 不屬於他們的團體 而最重要也是 因為我們沒有說 政府的 就是他的那個 執照 所以說 如果說 有什麼 宣佈啊 政府 官 部門的宣佈 我們是不能 我們不會被邀請 也不會被 也不能 也不能 參入 所以主流媒體 放這個照片 因為說 主流媒體 本身 是 就是說 來看 生意啊 人民啊 還有就是政府 但是 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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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主流媒體 他的那個 盈率 基本上就是 從廣告 廣告啊 政府的那個 宣傳啊 報紙的販賣 來收取 但是說 近年來 近年來他的那個 盈率越來越低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有 網絡網絡 啊 新加坡 很多年輕人都是從養物 就是 讀取新聞 然後 報紙其實越買越少 更 更何況 我再跳 更何況 對 現在啊 這個是 這個是 2018年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就是 那個 民眾信心的那個 那個 考量吧 新加坡現在是 在這 52% 看似是比 其他國家 大概還好 但是 50%相比 跟 跟前幾年 比起來 相比 低了很多 啊 對 所以 民眾 對於說 主流媒體的信心 越來越低 然後 第五 第五權 為什麼呢 雖然說 新加坡人對 主流媒體的 信任度 越來越低 但是 只是 以組織的 角度來看 但是 他們對於說 記者還是 記者方面 有更強的 信心 或者說 他們還是相信 記者的報導 我講解一下說 新加坡主流媒體的那個 歷史 以前的話 你可以看到 新加坡其實是 蠻多 蠻多新聞報社 但是說 在八多年 就有很多 合併和很多 報社被關閉 因為 李光耀的關係 而且說 我們加了 就是一個 新的法令 就是那個 Dispaper Printing Act 就是 先一個 這個 基本上就是 如果任何 報社 如果說 任何 報社 如果說 要 要被 委任 或者說 控制權的話 沒有 部長的那個 許可 是不可能 被批准 所以 這個是 所以說 這些 新聞公司 雖然說 被 國英化 但是 因為說 這些法令 而變成說 它是受到 國家的控制 所以如果 跟馬來西亞相比的話 我們的轉移 沒有這麼簡單 如果說 如果說 比如說 哪一天 執政黨 已經不是執政黨 但是說 在裡面的人 還是屬於執政黨的人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 關注的地方 這個跟之前的也是一樣 這個 在2013年 因為2011年大選 新加坡執政黨 得到 由史以來最低的 那個 支持率 就是60% 之後呢 他們就 覺得說 網站 就是 社交媒體 它就是 獨立媒體 對於說 選民的那個影響 所以2013年 他們就 推入一些 新的那個法內 就是說 獨立媒體啊 他們所指定的獨立媒體 需要 就是跟 新加坡 我的 就訊部門 就是 註冊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 他們寫給我們 就是說 我們需要重新註冊 如果我們不註冊的話 基本上 就是 我們不可以 運作 新加坡主流媒體 基本上 就是 有這個問題 就是 他們 我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 讀過 李慧銘的那本書 就是 上一屆 BBC的那個報告 基本上 我們新加坡的那個記者 全部都會有 無心自我審查的 這個習慣 因為 因為 基本上 如果說 你 能 看登 你會看登 就是 比較 批判新加坡 政黨 政府 政策 或者說 比較 煽動性的新聞的話 很有可能就是 你會被 被 那個 新加坡報社 裁退了 就好像 前陣子 我們新加坡報約控股 裁退了 一百二十 一百 兩百三十名 記者 因為 然後 剩下的 都是 看得出 比較支持 就是 政府的那些 採訪員 然後 報紙 我們 新加坡報紙 如果說 寫任何新聞 都是需要政府部門的回應 雖然說 雖然說 即使說 我有給他一天回應的時間 但是 直到他回應我的時候 我才可以看登 如果說他不回應我的話 我是 大概 大致上是會選擇 不看登 因為 就代表說他不給我認同 盡量會有這個習慣 而 往往就是說 報導 政策 政策 或者說 比較敏感的話題的話 他會找一些專家 尤其是比較 親向政府的專家 然後來支持說 政府的決策 政府 他的那個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 推廣這個政策 比如說 勞工啊 還是 比如說 2014年 然後講說 我們要那個 人口白皮書 就是 2030年 需要說 把新加坡人口 增加到 690萬人口 這個也是他們 就說 邀請很多專家 然後講說 這個政治是多麼好 為什麼說 我們需要增加這麼多 可是他們沒有說 採納說 民眾他們的 就是反感 為什麼說 新加坡需要這麼多人 所以 新加坡來到這邊 我現在就 用一些 就是 我們曾經報導 一些故事 來做一些 來比較 為什麼說 獨立媒體在 獨立媒體在新加坡 如何 作為 說 獨立媒體的審核 在2016年 有一名 14歲的青年 在警方 詢問後 叫做自殺 基本上 他就是 被 被指 被指 就是 這樣 被 被理了一個 12歲 23歲的 少女 然後 被 被盤問了 差不多 三個小時後 回家 然後 自己 閉門 從14樓跳效果 然後 我們 主流媒體 除了報導說 他自殺以外 沒有講說 他 有曾經被 警方詢問 所以 當 然後 為什麼 我們會 得知 這份新聞 是因為說 主流媒體 他們的那些記者 跑去訪問他的家屬 然後 他們得知了 裡面的內容 然後 其中一個記者 就覺得 當他寫完 他 給他的總編輯 總編輯把他打回來 把故事 講說 這個故事我們不保 然後 因此 他就跑來我們 這個報社 講說 你們 他雖然說 他沒有把他的稿給我 他就是講說 那你應該去 跟那個 家屬講一下 因為說 裡面有內情 所以 我就跑去了 跟他的家屬 就是聊 然後 得知說 他的來龍續脈 所以 當我們把這個故事 寫出來的時候 在這兩天 在兩天之內 我們的那個 這個文章的點播率 得到一百五十萬人次 所以 而 因為說 新加坡的人口也是 五百六十嘛 然後 本地人其實 才三百 三百六十嘛 差不多三百六十 所以基本上 一般的新加坡人都看了 所以 因為說 這個故事 就是 帶動說 民眾 至於說 警方 警方 警方對於說 未成年 青年的 就是 詢問的過程 因為說 在這個詢問 的當中 對 他沒有說 就是有成年人的那個 陪伴 而很多人 很多家長就覺得說 奇怪 這個東西哪還是這樣子 他也是 因為說 得知說 這個報導 原來說 在新加坡 十六歲以下的青年 是沒有 這就是 需要被 成年 就是 陪伴下 然後被 詢問的 就是 的政策 而一個月之後 內安部部長 就在國會 就是 檢測這個故事 來龍去脈 而也在同時 在 在國會裡 他們就講 我們的這個網站 就是 也是一樣 就是講 Bake News 沒有 沒有這回事 而我們 就是 在報導 這個故事的時候 就 三分點我 這類型的東西 然後 這個故事過後 也 有帶來 一定的 就是 改善吧 因為說 在這個之後 警方 他就是 資源團體 實行那個區域化的 那個青年 陪伴的計畫 就是說 十六歲以下的 青年 會有那個資源團體 就是來陪伴 因為在之前 其實是沒有的 就是說 即使你是九歲 他警方也是獨自 就是來詢問 這個就是 其中一個案例 這個是另外一個 這個是 這個是 2015年 其中一個 新加坡有一個 這位是那個 發明家 新加坡有一個 醫生 然後他以前發明家 控告新加坡的 國防部 侵犯他的 就是 他的專利 然後當然 國防部 否認了 然後就跟他拖了官司 拖了個兩年 然後 然後因為說 他的資金不足 然後他沒辦法 他取消通撞 然後那個 國防部就大約大百 講說 這個是 這個 醫生他 他敗訴 所以他錯 然後 然後 也是一位 親眼角 然後得知這個 這個醫生的 就是 他的 他的故事 然後也是聯繫到他 然後 當我們報導他的故事 過後 也是一樣 就是隔天 因為當天 也是轟動了 全新加坡 然後 國防部又跑出來 講說 一樣 就是 我們的網站 然後 更嚴重的是 他 以 新發的一個法律 防止騷擾法 然後 控告 這位 醫生 還有就是 我們的網站 講說 我們騷擾國防部 對 騷擾國防部 所以 第一次 就是在我們的那個 法庭 他 他 法官判 就是國防部 勝訴 所以說 就是我們 真的騷擾他 但是我們 就是 再 再把它上訴 上訴到 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 判我們 就是無罪 然後 國防部 不滿 然後 再提高 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 也是判我們 就是 就是無罪 所以 因此 在那個 判決過後 就是 最高法院 判說 政府部門 不能用這個 法令 來就是 提供個人 因為說 這個法令裡面 根本沒有任何 條例 講說 國家可以被 騷擾 所以 所以 這個其實是 在新加坡 也是蠻洪洞 因為說 是 成了法律上的 案例 除了說 跟政府 政府的交涉 也是 還有就是 在於說 政策上的問題 比如說 新加坡 把電子煙 列為 競品 然後 主流媒體 街後 一直 把很多 專家的 言論 拿出來 講說 這個政策 是對的 比如說 這個 screenshot E-secret 是比方 人們 開始 煙 就像說 電子煙 比較可能說 把別人 不把別人戒煙 反而把人 上癮 但是 如果說 他的 這個 這個 study 其實是從美國來的 如果說 我們也是有報導說 從另外一個報導 拿出來 尤其是從 UK 倫敦 PHA 倫敦 公共 公衛生局 公公衛生局 所以他的 刊登 他那個其實是比較 有說不利的 因為說 那個是真的是 非 是獨立 獨立 審核出來的 反而 反而 他的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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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 都是很 就是 有點偏激化 然後 當然 我這邊沒有 陳列出來 但是 在他的裡面很多 他的那些評論 就講說 為什麼你這樣報導 因為說 很多都是 曾經用電子煙戒煙的 就是在 新加坡人 新加坡人在他的這個 報導下面的那些 論文都講說 我曾經因為說電子煙而戒煙 或者說 我的親友也是因為這個電子煙而戒煙 所以他這些 這些論文 完全他都不會 不會收納 然後都是 以他的專家的話來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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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具體來講 所以在新加坡來講的話 我們獨立媒體 不像 還比如說 當季納馬 當季納馬 當初的時候 他有 從 亞洲 亞洲 的那個 Asian Journalist Foundation 沒錯的話 拿了 100千美金 但是 新加坡的就是獨立媒體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選擇 因為一旦新加坡媒體 有 就是 外資的話 直接就是說 政府就會 講說 哦 你這個是 怎麼這樣 啊 就是說 別國的那個 通 通敵 通 通外國 所以說 被視為 被視為 還有很多就是說 國家 很多普通市民 很多 就是 公司 會認為說 鼓勵媒體都是 屬於反政府 然後 學校啊 公司啊 都很怕 所以說 如果說我要找實習生啊 還是說我要找廣告啊 基本上是很難的事 因為說 尤其我們的文章 就是批評政府啊 還批評就是 政治 政治官員啊 所以 他們變得有點怕 然後 因為說 新加坡 或者是 司法制度 基本上是 就是 比較 不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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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我不可以講 因為說講了 有變高 所以 大家都可以知道 所以 其他這個照片 我給你講講 這三個 基本上這個年 是講說它的 精英的那個年份 三個都是從就是 2015年大選 時間 經營的 所以 三個 這是 2017年結業 2016年結業 2015年結業 全部三個結業都是講說 因為資金不足 然後結業 然後這兩個 這兩個其他的 其他的那個 獨立媒體 2015年 就是 大選前的那一年 也被政府關閉 但是他關閉的方法比較特別 他是他的王主 被警方 就是 警方就是 去找這個王主啊 然後講說 哦 我有你去 紅燈區的那個 那個 文件 你要不要把你的那個 網站關閉 他就關了 他就關了那個 因為他是醫生 所以他就 就這樣關閉 02017年 這個2013 2017年的這個 他關閉 也是因為說 是 因為他有一個 2017年他是 據我們所知 也是有人提告他 然後他就是 官之產生 他也 他也沒有說 繼續下去 這邊 其實 這好像 少了 是不是 咦 好像 我還有時間嗎 等一下 我好像 開錯 獨立民體如何在民主上 就是 產生作用 在大選的時候 2015年的大選 這個是其中一個 集選區域的 就是 參選 報 但是 人家看不出 其實說 如果你把他的 後面開出來的話 他是沒有那個 競選局的那個 印章 在新加護 如果說 這些印章 沒有說 他的 這些 海報沒有印章的話 其實是違法的 而你就是 如果你被 提供 然後 被判 就是有罪的話 你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 基本上是敗選 但是 就是說 當我們 提出這個 當我們 跑去 集選局 然後報導這個東西的時候 集選局 還有就是 那個警局 一聲不吭 他就是 他對於說 這個東西 他當作是 沒有存在 但是 民眾 當然就說 因為我們的報導 被 就是 被通知了 但是 通知被通知 但是你 檢控官還有 集選局 如果說 看了 不做什麼 也是這樣子 然後 獨立媒體 在新加護 也是 好像 剛才 Lisa講的 說 我們在 2017年 總統大選 新加護 在總統大選之前 改變的憲法 把 就是 在 私人企業 的那些選民 他的那個資格 給他調高 所以說 本來應該有三個 競選的 就是 但是 變得只有一位 就是說 執政黨他要的那位 因為其他那兩位 因為 因為他不夠資格 所以他被 被落選 所以變得說 沒有競選 直接就是 直接在 提名日的那一天 他直接就當選 所以很多民眾不滿 所以你現在看了這個圖面 這個是在 Homing Park 是 方林公園 他們就是聚集說 很多不滿的市民 然後靜坐 抗議 然後 這兩個青年 就是我們訪問的 然後 他們就講說 身為青年 他們是如何對 這位是馬來 也是馬來 馬來 馬來族的就是青年 然後還有中國 華人 然後 他們就講出說 身為青年 他們是如何對 這次的這個中途選舉 不滿 而他這個 他這個 這個視頻 得到四百 四百千 所以四十萬 四十萬人點次 就是 在新加坡平均 如果說 網報的話 其實是一百千 所以如果你到四百千 的話 這個是真的 大家是新加坡人都看過 然後 在新加坡 很多人 跟在 南韓不同的方面 就是 南韓你如果說 聚集這個是合法 就是說 或者說 馬來加也是屬於合法 但是新加坡 只要你是一人聚會 也是犯法 只有在 方林公園 如果說 你有申請的話 你可以在那邊聚集 但是 雖然說 你可以在方林公園聚集 但是很多人對於說 政治聚會 還是很大的 恐懼 所以說 平常最多 在方林公園 我們只能看到 五百個人 就是 在那聚集 但是如果說 我們 就是獨立媒體 可以協助說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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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民運 民運分子 然後 做直播 那我們就說 不只說 能 達到說 五百個人的那個 觀看 但是說 能延遲到 延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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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LEE,李佳,所以说这种直播其实是有人会看的,但是说要有人先会做,因为说在,不是我们捧我们自己,但是在我们之前其实是没有人做这种直播的,因为主流媒体是不会,他能的话他就是说精妙淡写了,就是报道这种聚会,但是只有我们说我们这些独立媒体会比较的那个, 所以,跟之前其他的presenter所讲的一样,独立媒体在新加坡,基本上我们没有什么资金,而且说在于法律上很多的约束,所以我们基本上运作的方式只有说,就是民众的平台,然后让他们就是匿名,就是说发信啊,还是 就是说发表他们的文章啊,因为很多人就说,以他们的名字发表就是比较批判性的就是文章,很多就是在几天过后会在公司那边得到一份那个电话啊,还是说讲说你不用来做工了,这个不是开玩笑,这是真实这样子,所以新加坡人,你听不到新加坡人怨言不是因为说没有,但是不敢, 然后,主流媒体因为说也是,因为我们爆的新闻其实是很大的这个约束,所以平常我们是靠主流媒体所爆的新闻,然后我们在此,我们就是做一些审核,讲说看一下到底是有没有事实,还有有什么东西就是随我们讲的,那个half truth,一半真一半假, 他就是怕不跟你讲的,那个其实比较重要,还有在其他不同的事件,然后发表身为第三者的那个观点,就比如说,在2014年,是吗?2014年11月的那个,那个,小印度的那个暴动, 我们跑去了印度,然后访问那些就是被排出新加坡境外的那些印度,印度啊,印度的那些怪老,然后到了那边,我们才懂说其实,他们很多都没有参与那个活动,而他们就是好像,给政府就是吵吵了事,就是说把他拍出来,跟民众讲说,哦,已经有一个交代,这些人已经被抓到,但是几个月后, 然后在那个公开法庭里面,我们听到就是警方讲说,其实在这么多里面,他们只抓到一个人,其他人就其实,其实他们抓,他们已经跑掉了,哦,所以,呃,基本上我没有什么话好好讲,哦,哦,讲了有点参促,所以多多原谅,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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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常谢谢许先生,用好多的个案,详细的解说了新加坡,那个,结构性的对媒体,对独立媒体的这种,结构性的管制,压抑跟约束, 哦,哦,所以在新加坡,人独立媒体,呃,呃,单兵战斗的独立媒体,呵呵,都管制这么严格,呃,呃,更难想,呃,更难想,呃,更可以想先,那个对一般主流媒体的管制了,哦,所以,在这样的结构之下,这个agency 是很辛苦的,谢谢徐先生,那一个更辛苦的就是,我们家会议人, 大会给我,对锦先生的介绍,只有四个字,叫异议人士,跟各位在看到一样,这样的结构,要做异议人士,好累哦,来,我们请锦先生大会议,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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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其实,我觉得Terry,他比我辛苦,啦,因为他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他还去做,然后,他现在其实,懂案内思考证,他们的资金其实很少,几乎没有, 还是没有,我们的履历越来越多了 几个礼拜或几个月前是听起来比较辛苦 以及近月还有马来西亚大选的冲击 然后很多人有希望 但是他做的比我久闻是2012年才把我的博客写出来 2014年才做社会分子 2016年就逃来台湾了 所以刚才Terry讲到大选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蛮好笑的东西发生 就是之前1998年的时候我们有个大选 然后那些竞选人他们不可以站在投票区的200米内 然后有总理还有副总理都进入到投选区 后来上法庭的时候 法庭说因为他们在投选票的区里面 他们不是在200米以内 所以就没问题 对吗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就说他们怎么进去 他们是飞进去了 还是跳进去了 所以我们的法官就是有点特别 对对对 可是法官是检控官的 检控官 OK检控官有点特别 如果讲法官的话我会有事的 我讲错了 塞我嘴巴一下 我做一点趣事补充就是我这个presentation会分成四部分 就是新加坡政府怎么样系统性的限制我们的言论自由 第二是互联网民主和信息自由在新加坡的情况是怎样的 第三是新加坡互联网以民主的未来在新加坡会是怎样的 然后第四是你们能怎样的帮助我们 第一是政府怎么系统性的限制我们的言论自由 其实不是说在这十年内发生的事情 他们从1960多年就开始限制了很多不同人的自由 那你可以看这两条红线是越来越少人被政府处置 是因为大多数都在很早以前都被处置好了 然后1963年的时候 那个政府在他们就把反对党的社会分子 公会领袖学生领袖都关进牢里 那时有120多个人 然后他们都是有些被关心了十多二十多年都没有被释放 然后有一个有关心32年 那时政府说他们是因为是共产党者 所以要把他们关心 都没有公平的审判 然后从那时到1980年代的时候 都很多人都被这样的处置 然后据一些人的算法来说 可能有1000到2000多人都这样被关心 然后没有一个公平的审判 然后我的了解是1970多年的时候 有些学生分死在大学啊 还是他们工会 那个理工学院做他们的那些学生领袖 他们也是被处置 还是说不可以继续读书 就被踢出去 然后1987年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大行动 就是那时有22个人被处置 也是说他们是共产党者 然后一些人是社会社工 那个是社工 教会工作者还有一些是CG组的一些人 然后政府说他们是一起串联好要反政府 但是他们现在很多人出来说 其实我们一些人都不认识彼此 然后政府说我们认识 然后那时发生的事情 就是政府在被每个人反访问 三件事反访 然后就用不同的 把他们都分开来反 后来再把他们那些反的东西串联起来 很像他们是彼此跟彼此讲话 其实没有 所以他们都这样出来讲 但是现在政府都没有回应 对 然后1963年呢 有一个学者也是去看了一些资料 发现其实政府是用政治的立正式的那个手法来处置他们 因为他们其实几乎每个人都没有那个共产党的那个意义 所以但是现在政府就开始一直来处置他 他是我们那个大学学者 所以就会说抹黑他说他不是个 他是从Oxford来的 然后就说他不是 他到底是不是Oxford的research fellow 还是不是 因为他说他是 然后Oxford还要进来说其实他是 然后政府就一直在那里 想办法毁灭他 人生攻击他 然后到了1980多年 你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被吓跑了 剩下的人就几乎是反对党的领袖 还是国际媒体 那到了200多年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敢出来做社会工作 那时我的了解是 有些人是觉得这一个时段是空的 就很多社会人都不敢出来 所以那时就剩下反对党领袖和国际媒体 到了2010年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时段 我觉得政府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去琢磨网路媒体 药山药室 然后我觉得他们就 他们是差不多在药山药室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去整合 去系统性的再去用那些法律来处置我们一些人 然后那时我会分成可能有别的分法 但是他们会从博客找到几个最有影响力的博客 处置他们 然后那些另类新闻媒体也是 这个也是从Terry那里抓到的 我今天也是发现原来这个媒体 他们也是被处置了 然后这两个他们是 有些人觉得他们不是说是另类新闻媒体 但是那时他们被告他们也是受视率 受视率 读者蛮多的 其实算 跟主流媒体一样 就跟主流媒体一样 对在前100个网站以内 对 然后他们被告的时候 他们是 他们一直都在澳洲做完的事 让他们跑来新加坡 然后被告的时候 那个懒得他的爸爸 就生病 他想把他爸爸带回来新加坡 然后政府跟他说 你要把你爸爸带回来 你要去的话 你要把你的网站关掉 不然我不让你去 所以他就关掉了才能去 然后他们现在是在 新加坡卖做生意 做拉面 可以去致辞 然后抗议者呢 政府也找到那些比较空洞 比较贵 他们觉得比较麻烦的人 然后就也是处置了他们 然后这个是 刚才我跟你说 那个Oxford的那个学者 他也是被处置 然后如果这是 我把这些抓出来 因为他们也是用媒体 用脸书 广播媒体 才能有这样的影响 然后 这个他是在我们的一个理工学院 然后他也是写了一些文章批评政府 后来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做那个大学教授 其实很多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事件 有些人不肯讲 有些是外国人他们就他们的拘留证就被割掉 但是他们不可以再续他们的拘留证 然后这个呢 他去年跟我们的一个法律的那个部长 他就说法律部长讲的一些东西他不同意 就法律部长说 我们有些法律一定要听公众的想法 跟着修改法令 然后他就说不可以这样做 当然有一些比较细的东西 但是部长就过后出来骂他说 我不是完全不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最后我们还是要听从法律 不只是听从公众的意见 所以要 也要依法 然后后来他就把他脸书拿掉 撤掉 然后他说对不起 跟那个部长说对不起 然后后来几天后又再出来说 对不起我第一次的诚意很不 第一次的抱歉很没有诚意 所以我现在要再说我真的很抱歉 然后如果没有部长的话 我是没有今天的这份工作 因为他在我们的那个李观耀的那个学 一个国际大学的那个 think tank 做教授 他现在没有做比较聪明的选择 然后还有反对党 然后这个是李观耳理想的 我们现在总理的那个词 然后有些人是说可能他的 因为李观耀的弟弟和妹妹不高兴他 说他abuse of power 就是烂权 然后但是他但是李观耳 很多人就说你的弟弟的妹妹这样说你的话 以你的之前的做法你应该告他们毁谤 但是他说不可以 我不可以告他们毁谤 因为这样会让我爸爸的 应该是说名誉不好 这样的意思 差不多这样的意思 所以那最后他的他们的他弟弟的孩子出事 他就说他批评我们的新加坡的那个法庭 然后新加坡政府现在是之前李显龙总理 自己的私人律师 所以他的私人律师变成了我们政府的那个 政府的律师来告他自己第一提的 还是没有没有相连性 我只是说没有相连性 不然我会出事 你在外国讲话也会出事 因为他是在外国讲话 对 因为新加坡政府在前年把那个法律修改了 然后对 如果你说 有是法庭的东西 没有说在当地还是在我国外 总之讲的有是法庭就是 没说就是就是 换早 然后 然后 然后新加坡政府从二零 二零一多年开始也是出了很多新的法律 然后刚才这个是 Terry说的那个骚扰法 然后 对 我接下来会再讲一些东西 这个是刚才说的那个 如果你在外国批评政府 批评那个法庭也是会出事的那个 这个也是2008年 有一个圣木根 他作为我们的那个法官 我们的法律的部长过后 开始比较多新的那个法律 可能他很有效率吧 我也不知道 但是 你可以看新加坡政府的处置方法 其实就是选择性的处置 还有 双重性的标准 怎么说呢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部长 那个我们的法律部长 然后他之前有说 好 如果你说我笨 我不会告你毁谤 因为这个不是毁谤 但是你说我刀牛的话 我会告你毁谤 然后他又最近也是说 如果我们的我们的法律也是要看 人民怎么说嘛 所以我们要听从人民的想法 然后过后又再说 但是部长还有最后的组决 做决定的那个想法 所以有点像部长说的就算的感觉 然后怎么说是比较选择性的处置呢 这个是一个新的法律 这个是我们的公共安全法案 然后这个法律说如果有什么活动 像假如是恐怖分子的活动 还是2014年那种 印度 小印度 爆发一些 暴动的时候 警察可以进来说要怎么去 媒体就不可以报导那个 事件发生 然后警察在里面做的东西 很多人会担心这个法律现在已经 推行了 会不会说里面警察做什么事情 我们不可以报导有什么事情不公平的话 我们都不知道 然后很多人就说 这个是set down demonstration 很多人说如果我们和平示威的话 这个法律也会涵盖着 那为什么这个法律会涵盖这个和平示威呢 如果我们是我们是和平示威者 又不是政府部分子 为什么政府要这样做 然后政府就出来说 其实这个法律不是来应用在这个公平示威 对 和平示威 但是明明法律就是说有 但是政府说没有 所以这个是一个危险 另外一个就是说 法律其实没有说 但是政府说有 刚才是法律有说 政府说没有 这个是法律没有说 这个是我们的忍性 就是说 竞选的前一天 我们参与竞选的人 候选人他们不可以做一些宣传 然后 但是我们的 我们全部的那个理解都说 就是只是竞选人 但是政府其实在国会的时候有说过 如果是一个人自己的 私人的那个政治意见在网路上说的话 也是可以被处置 那这个只是国会说 这个法律上没有说 所以当时我和另外一个求求让他也是1987年被处置 关心222年多一个人 我们也是被警察搜索 那么他们把我们的笔电啊 等等那种 然后但是如果你是 你是执政党的人 这个是2001年他在脸书 他写了一个东西 那他是去当天写的东西 过的话就说其实是我助理写的 跟我没有关系 然后没有事 然后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执政党的人 他也是在推特放了这个东西 他说其实这个是脸书 推特直接抓脸书的东西 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他们也没有事 所以如果你是执政党的人 你就没有事 这个也是 就之前有一个执政党的议委 他说了一些他说了一些东西说 如果是马来人啊 英格人啊 他们可能讲英文没有那么好啊 所以就 mentioned that because they're Malay and they're Indian they can't converse in English 所以他们可能讲英文没有讲的那么好 所以他们可能就 不会 公众方位没有那么多 ok 公众方位没有那么多 对 对 然后 所以有些人就说 为什么那个 立委要这样去批评这些人 因为他这样做的话就有点是 像 中 racist 种族主义者 然后但是很多部长 很多这个部长啊 还有一些委员就出来说 他其实人很好啊 你要知道他没有那个意思这样做啊 所以 如果是 他们自己的人这样做就没事 但是如果是新加坡普通的人这样做 还是如果是别的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力 还是反对党的人 这样做的话就会出事 另外一个是我们之前的总理李光耀 他自己出来也是说 我们之前我们的发展程度都蛮好的 但是因为有了那些伪教徒 我觉得他们跟我们的这些 别的人群比较 混合在一起 所以那时也是被很多人骂 然后他就说对不起 其实我 我错了 但是他会说一些东西 你会想他到底真的是觉得他自己错了吗 然后后来也是有一些部长出来 帮他说话 所以他们自己法律上就不会影响到 如果是外 别的人就会被影响到 这个是反对党 我们有一个反对党 他们有自己一个区 然后政府也说 他们的那个政议会 他们没有做得很好 所以他们有些钱不见掉 然后就有些钱不见掉 然后后来里面怎么说呢 简单来说 政府从来没有说告他们贪污 但是过后有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是执政党的另外一个 那个政议会 然后他就被政府告贪污 所以有些人就说 为什么他你就告他贪污 但是反对党也没有告他贪污 但是你一直说他有问题 所以有些人说 为什么你如果他再有问题 你就告他 所以这个是有点漏洞 有些人觉得是漏洞 第二部分就是互联网和民主和信息自由 在新加坡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很快的跳过一些东西 就是说我们很多消息 很多知识 其实会在网路忽然消失 就一些连接忽然消失 一些PDF党 政府的PDF党 这些都政府忽然消失 还是政府会说一些东西忽然消失 还是政府会不会给全部 那个我们的信息 还是不提供信息 他们也说我们没有收集信息 有些很基本的资料 他们也说我们没有收集 一些例子就 我先跳过这个 一些例子就是 这个是我们贫富差距 我们的Gini coefficient 我先给你看200 跳过2008、2010、2013和2017年的报告 这是那个总和 我看了这四个报告 都是每年的报告 然后我把它们全部放在一起 我就发现 为什么2008年到2013 17年的报告 那个数字会一直降低 对 然后政府也没有出来说为什么 当然 你看他们的那个 他们后面的那个 他们会解释一点那些东西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会降低 然后你是怎么算 因为政府想跟我们说 我们贫富差距其实越来越好 那其实没有 然后你看台湾的报告的话 1994年和2016年没有差别 他们的报告其实还比我们久 所以为什么新加坡的报告有这个差别 因为台湾报告其实没有 另外一个是 新加坡政府会说我们的贫困率 其实我们不可以说有一个贫困 我们不可以把一个贫困率画出来 如果我们画出来的话 我们就不可以帮忙那些中等家族 因为我们需要花太多资源帮忙贫穷的人 就不可以帮忙中等家族 但是你看一些大学学者 他们就自己来做一些贫困 他们说我们的贫困率 其实可能有20到35% 所以另外一个 所以对我来说 这些资料 政府不想把它爆出来的时候 有时是要隐盖什么东西 还是有时要 让一些东西模糊掉 让我们不知道 然后这个是我们国会的一个网站 之前你在国会的网站 让你找什么资料 你可以有一个连接点进去 就可以直接到那个地方 但是政府在上个月就把那个网站改了 所以连接都变成这样 所以你不可以点进一个连接查东西 他都会回去这个网站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让你不可以找回那个资料的方式 所以新加坡政府其实蛮聪明 所以那结束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够聪明 这个是新加坡退休金的一个东西 那我把这个指出来 那我把这个指出来 因为这个跟我被告的时候有点关系 那时我是 我听了很多谣言 很多人说我们的退休金是怎么被用 所以我就 我不相信嘛 我要知道政府真的有做 我要从政府的网站查 我就去不同 三个不同的网站 我就发现了 其实我们的退休金 第一个是投资在我们的那个债券里 然后我再去另外一个网站 才发现我们的债券 其实是投资在那个储备 政府储备 然后在去另外一个网站 才发现那个储备是投资在 三个新加坡的投资公司 然后那时才发现 这些人员都是真的 原来我们的退休金 政府一直说只是投资在那个 债券里 不完全是确实的 然后过后我 我写了这一方叫博客 2012年到2014年写的时候 就发现政府把那个资料改了 旧的是上面的 新的他就把 他就说 债券投资在那个储备的 那个部分储备拿掉 所以你就不可以知道 A是投资在储备 然后另外一个是 他就把这个上面的资料拿掉 你就不可以知道我们的储备 是投资在上个政府的那个机构 他就他就没有那个连结了 然后过后我就被告 当然我被告是被告我一半了 然后我被告了两个礼拜后 政府就把这个划出来 然后我被告之前 其实这个资料 你几乎在政府网上是找不到的 很模糊 你可能在1986年找得到 但是过后都找不到 然后2001年 之前的总理2006年 还有2007年有人在国会也问 这个政府的机构GIC 有没有拿我们的钱去投资 然后有一个部长就说没有 就是不是跟我们的退休金有关系 那个部长就说没有 然后其实这个是GIC 那个投资公司的那个董事 董事会 这个是我们的总理 这个是一些部长 副部长 还有副总理 还有之前的一个总统 他们都是 这两个是有关系的 这个也有一个比较长的关系 但是他们就说 然后之前他们2001年等等都说 他们GIC和那个退休金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他们是GIC的董事长 他们可以不知道吗 所以他们现在有说 他们其实知道GIC是有拿退休金的钱来用 但是我写 我在2012年到2014年写这些资料 他们说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有拿政府的钱 但是这个钱是不是从退休金来 我们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 第一你为什么把一些东西删掉 第二 为什么你说你不知道 但是你明明应该知道的 我把这些东西讲出来是因为我们媒体自由 我们没有这个媒体自由 跟我们的经济的数字很有大的关联 政府会处置一些人的原因 也是因为他们不想把这些东西弄 被讨论 因为我们的退休金让我们的经济 其实也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些是一些文章写过的东西 然后很快的就在谈 这个是时间在跳吗 好 新加坡互联网的未来是怎么样 一个是我担心的一个东西 是我们新加坡脸书 东南亚公共政策主任的 Alvin Tan 之前有报告说他可能会做我们 执政党的下一个候选人 所以这个也是蛮有关注的 然后之前 Cambridge Analytica 还有脸书 那时有一个就数字 数据现漏大风暴 然后他这个Cambridge Analytica的老板 就是Nigel Oaks Nigel Oaks 其实之前在1990年这样的时候 有创办一个Behavioral Dynamics Institute 这个Cambridge Analytica 他的手法 他的手段来帮忙一些国家 赢那个大选 是从Behavioral Dynamics Institute 他们的方法论 来帮忙这些国家赢的 然后Behavioral Dynamics Institute 一个成员是Bernard Lam Bernard Lam 是新加坡之前的 国防部的首席心理学家 当然我们不知道跟我们的竞选 有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 这个连结是蛮可担心的 然后之前他们 跟Behavioral Dynamics的一些成员 也有帮我们 这个 国防部写了一些 讲 演讲这些东西的 有去做他们的那个consultant 你要的话 你可以上这个官方评论 关键评论 读这个资料 另外一个我想提出来的是 我们之前有说这些人都有机会 做我们下一个领袖 就总理 然后 然后这些 这四个 他们是之前 我们总理的首席诗人秘书 然后这些是我们的军人 然后其中一个 他的兄弟 他都是我们那个 国防部最高 最高阶的那些人 所以 好 这个就是给你参考一下 然后我们 这个 这个国会和上个国会 有十个人 跟前几个国会的人有关系 这些也是给你们参考一下 我为什么把这些拿出来讲呢 就是说 新加坡的民主未来是怎么样 就这样 那你们可以怎么帮我们呢 我觉得 为什么 别的国家要关心 那时候我看到 2017年 我看到香港被告 那个公共 就呢 香港防扰 防扰法的时候 我觉得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 也被告这个法 所以那时候我会 当然可能香港不是学新加坡 但是 应该是从英国留下来的 哦 OK 对 对 对 但是对我来说 很多国家 中国 甚至中国怎么管治香港的方法 我觉得一部分也是从新加坡学的 你可以也反对 对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 其实有些放过国家 有些国家在Central Asia 他们也有说过 他们很欣赏新加坡的模式 所以很多国家会说 新加坡 对 其实台北人的柯文哲也有说过 但是最后他说 最后他说 新加坡不可以学心 因为新加坡没有民主的自由 太好 你应该学啊 对 另一个问题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对 但是 对 但是 对 有些人也跟我说 台湾应该像新加坡这样熟 但是让人不知道 我觉得台湾在民主的一个中间阶段 还没有到完全是 完全 非常民主 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民主要怎么去用 所以有些人觉得 这个民主怎么乱 我们退后好了 然后我觉得退后就是 当然有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在那个 如果那个政府是个独裁政权的政府 但是那个领导者人很好 那你的政府可能没有死 但是要一个很好的人做年 比较高的 几乎很难 所以有一个民主的制度还是比较好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就觉得新加坡看起来很好 但是像我跟你说 看的就 贫富差距蛮 蛮糟糕的 其实还比美国 英国糟糕 但是新加坡那个部长最近说 还比美国好 然后 数字有点模糊 然后贫富差距也是其实在发展国家 算蛮最糟糕的 我自己本身就看了算最糟糕 所以现在都有这些问题 还有一部分的人 差不多8%的人 赚少过台湾的2万2的基本薪资 所以这些都是没有人知道的事情 当然你是大学生 只有30到40%的大学生 他们薪水是算高 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会蛮辛苦 然后加上我刚才给你看的退休金很多都被责口抽掉去投资 其实一大部分的利息他们也没有还给我们 我们现在利息是2.5到4% 但是你看全球的那个退休金的那个平均的那个利息稍微6% 所以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你把我们的钱投资在这个GIC的公司它赚6% 你只给我们俩2.5到4% 甚至使到我们很多贫穷的人 除了两个钱退休 会比较有点乱 OK 所以主要是 最后了 主要就是说 很多国家在学习新加坡 然后很多人都说新加坡很小 为什么要去管它 为什么要去批评它 因为它经济好啊 要批评就是批评之前 马来西亚 现在马来西亚不用批评了 不然去批评泰国、印尼、柬埔寨这些的 但是问题是很多人不去管新加坡 使到很多别的这些独裁胜权可以去学新加坡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世界越来越晚 这些独裁的国家走 一方面就是我们很不去理会新加坡 还是中国 等到事情太严重的时候 我们才去开始谈 那我本身觉得现在很像有一个国际组织 他就开始不管了 他就不给面子 他就会直接说新加坡政府 其实有一个我们现在讨论一个fake news law 其实就是要用这个fake news law 来处置新加坡人 他根本都不管新加坡人 然后New York Times 我觉得也是开始比较赶的 这个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写媒体的一个人 他也有New York Times 把他爆出来 fake news 这个法律其实就是要来控制新加坡的那个网路 所以我觉得要怎么帮我们 就是不要再给新加坡面子 因为新加坡政府不需要那个面子 他们自己做得太好 所以就是国际媒体 国际组织 要敢去批评他们 不要去说 新加坡还好 因为马来西... 马来西亚没问题了 因为泰国啊等等 比较糟糕 所以给新加坡面子的话 会害到别的国家 对 非常谢谢金先生 挖这么精彩的报告 就可以体会 对啊 这个做一的选择 真的是不容易 不简单 那我们现在剩下 九分钟 嗯 我们接受五分 一位 我们还是同一同答案 好不好 来 请 你好 我跟我面前的过 刚听两位报告 真的觉得在西加坡 好新闻相当不容易啊 限制蛮不容易 那我现在几个简单 问题啊 一个就是 独立媒体是不是 主要都是一般公民 那他们怎么样自我训训 就是变成一个记者 然后 嗯 第二个像 如果说六月 川普跟这个金正恩 在新加坡碰面 举办高峰 那独立媒体可以采访 还是说不行 那他如果采访的话 他会受到什么限制 然后 我最好奇的一个就是 那新加坡的新闻教育 是怎么走吗 就是说 嗯 老师怎么样去跟学生 呃 说明 什么叫心理自由 什么叫言论自由 谢谢 嗯 不好意思 请问你是两个都要答吗 还是 都都可以 好 还有没有哪位有 请问一下 爱情 那个 因为 我蛮关注 新加坡一些动态 这样子 可能不是很熟悉 因为 呃 我住在南马 然后就是 对岸去新加坡这样子 然后那个 我看到一个博客叫金换 呃 就是 不是不是 金换是一个 什么 就是做那个 他做一些 就是他 就讲了关 关于马来下 这是轮替的事情 这样子 然后想想请问 那也不是要 往这个脸上贴近 那我想说 呃 这一次这样的马来下 轮替 对新加坡 有任何的 不能说 重极大的反应是怎样 这是我比较好奇的 可能没有反应 但是如果有反应 但是如果有反应大問題 是怎样 是有好奇的点 谢谢 好 因为 好 好 请 这最后 就是你提到这个 呃 应该不要给面子这个新加坡的问题 我觉得 最不应该给面子的是相当的 这是你刚才提的这个 公共防摇罪 来提供这个雨上运动的 实际上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因为这个是普通发里面 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案例 还是到今天我才知道这个是你们检控这个新加坡的人在用过 很明显 这些香港的律政师是参考了新加坡的这个案例 然后运用在我们香港 因为你去看一看我们的声音 我们以为是他翻查检了一百多年前的案例 所以我说 实际上从1997年到现在 不单是中国大陆 还是香港的特首 董建华跟梁振英 都不断的说 我们要向新加坡学习 实际上 大英 对 大英帝国在这个 亚洲有两个集温地 留下的 我们叫 Twins 一个是香港 一个是新加坡 实际上我们的整个体系 集温地的体系 都很相近的 包括他的Jaconian这个法律 严刑禁法 我觉得现在香港真的在学新加坡 就像过去 英国人不用的法律 现在床德用的最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启发性 不是一个问题 这是我的一个意见 时间关系 我们现在请贴着现在回应 对于你刚才的问题 马来西亚所发生的一切 对于新加坡有没有开会 我觉得当然会 最主要是说 因为新加坡人和马来西亚人 一直来比较担心的是说 如果你把五十六十年 就一直执政的那个执政党 你换的话 政府会被垮 现在新加坡看到隔岸 你换了执政党 政府还是运作吧 所以现在说 行动党就穿头痛 因为一直以来就是 他以这个恐吓 如果说你投反对党 然后新加坡就会垮 现在马来西亚没有垮 那下一届的大选 你还能重来这样讲吗 而你看到很多路人就是 有讲说 下一届我们也把它 把他们踢出去 现在真的 现在很多人就是这么讲 又刚好恰巧说 比如说我们国会上个星期 就有了会议 然后就在里面 很多人就讲说 很压疑 为什么说 这一次他们的那个会议 讲得这么含蓄 没有像以前那么嚣张 就讲说 是不是他们很怕 说 从早扶车 就是看到马来西亚的 那个变天的那东西 也在新加坡发生 就是这样 你的问题 新闻方面 新加坡很多报社 它的那个售卖 就是它售卖报纸 其实在下跌 新加坡主要在购买报纸 是那些公务人员 学校 学校它每天早上 其实有一个活动 就是说 官方报纸你阅读 阅读官方报纸 这个就是事实 这个是 他是如何叫 叫找普通市民 说你要懂 新闻对不对 就是读这个官方报纸 那个是 这个第三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川普还有那个 金安文 如果说他来 绑新加坡的话 我们 身为独立媒体是 因为我没有他的 那个牌照 所以我们不能进去 一到那个 那个酒店的 那个门前 就被踢出去 然后 训练来讲的话 我们 是有蛮多 就是 退休 退休的就是 这些 自身 新闻职业者 曾经有在 报业控股 就是做工的这些 编辑 还是 记者 所以说 平常他们 会有 给一些 意见 如何报道某些 新闻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 是有时候是 从新加坡 新加坡公司 跑去别国 就是国际 国际 新闻那边 他有时会 帮忙 回来帮忙 就是说来报导 或者帮忙 就是说来编改 所以 而因为说 我们经费也是 不足 大多数 所以我们经常会 需要说 直接外来的帮助 然后来训练一下 就是普通市民 如何把文章写好一点 还是说 如何更明确 把这个新闻报道出来 也不要说 还变得很孤狠之重 就是 随便乱写 虽然说 我们不收费 就是新闻上 我们不收费 但是 很多民众 还是对于说 我们所刊登的东西 有所要求 就是说 他觉得说 如果你写得不好 我们下一代就是 看这种东西长大 所以说 要写得比较好一点 记不住 打破 好 谢谢你 川普过来的时候 我们那里不会有思维 所以其实川普也是 蛮高兴到我们那里 因为新加坡政府 会支持他们 另外一个是 我觉得马来人 另外一个是 其实我们的学校 他们有些教育 公民教育 都是骗政府的思想 所以我觉得学校应该没有自由 媒体的教育 对吗 对 然后他们也是用 历史也是以政府的 那个想法 所以那时 196多年 198多年 共产 说他们是共产分子 来要反政府 这些都是偏政府的想法 都会在梳理教 然后另外是马来西 我觉得马来西 跟相互不同的 最大有三点 第一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贪污问题 贪污到这么给人看的 这么清楚的一个问题 当然新加坡有没有贪污的问题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可以说 办法会被告 但是 但是 那马来西亚讲的 我问你你也会被告啊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比新加坡大很多 所以马来西亚也没有 像新加坡主持的这么厉害 新加坡政府 每个肌肉都主持 每个头都给薪水很高 所以你要烦 你要记得你的薪水会被影响 你家 孩子 他们有些工作是在我这里的 也会被影响 然后 新加坡政府很聪明 不过 我组织一两个 你们剩下全部都会进去 所以我不用一次过组织太多人 但是 刚才我说拿日本 其实我也不应该这样说 因为 新加坡 李显龙 他爸爸的那个系统 全部传下给他 所以他们这个系统都在那里了 他们 新加坡小孩会管 所以没问题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 马来西亚人很聪明 说真的 因为新加坡人 另外一个情况是 因为新加坡这五十年来 政府都让我们怕 怕到我们现在 当然马来西亚人也怕 但是 新加坡一个是人口小 另外一个是 我们怕到全部说 我的工作 我会失去我工作 我会失去我地区的政府 我会失去我房子 那我不要批评政府 然后我们就彼此批评好了 然后还是我们说 反对党有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不要把反对党投进去 你看那反对党 他都做不起 他都没有经验 你要投给他 我们就会 想办法 让我们自己说 还是投给这个 执政当好的 所以我们 我们就有这个 这个效果 有点来回的感觉 就是你刚刚问说 就是新加坡是有交媒体 就是这些传讯 我就是有从事新闻 新闻界的朋友 就是在报卫共同那边 他就是讲一个 很尤其的东西 当每当一个新的报 记者讨讯到 他就跟他讲说 学上学的东西一切都忘了 非常感谢许先生跟景先生 这么精彩欲罢不能 每一场都是如此 但是时间到了 我们也该吃饭 该要下课的时间 非常感谢 虽然开始的时候 你说新加坡结果 这样的稳固跟平静 这个很有难度 可是隔壁人家失火了 那种独立媒体最近也进账了 好像是蛮有希望的 我们祝福新加坡 但是 但是 基于刚刚 今天讲的 新加坡在2016年 制定了司法维护法 虽然他目前在台大任职 总要回去新加坡 今天讲话的地方 请各位不要扣 不然他回去 还要面你不必要的这个 出众问题 他人都不吃 哈哈 好 再谢谢大家 明天早上 接远周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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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